大家好我是第一方熊貓 今天熊貓幫大家整理了八種秘密任務 你都解完了嗎? 影片開始前請幫熊貓點讚 感謝大家 第一個秘密任務就是如何獲得夢幻的基礎卡牌 在之前的影片已經有介紹過了 條件就是要完成關東地區150個寶可夢圖鑑 不懂的話可以去看熊貓的該影片 熊貓當時有推薦一個150個收集圖鑑的工具 這個支援我會放在YP的資訊區 該共技可以幫你統計到底還剩多少隻寶可夢沒收集到 另外普通卡的寶可夢跟全圖的寶可夢他們算同一種 妙蛙種子跟妙蛙種子的全圖只要收集一張就算達成 另外 普末卡他不算在該圖鑑裡面 所以就算你普末卡有這種寶可夢也不算在關東地區的150個寶可夢圖鑑裡面 請大家注意 這150個寶可夢都收集到之後就可以獲得夢幻的卡片 烹火龍有五種只要收集裡面的一種就算達成 所以不用擔心收集不到 除非你抽錯卡包 第二個秘密任務介紹 收集關都地區道館館組 全圖共八種 這個應該一個月就能收集到 因為熊貓現在已經達成 給的獎勵還不錯喔 挑戰殺肉四十八 開包殺肉十二 商店券十個 第三個秘密任務是最強基因美術館 超夢 收集所有超夢卡包裡面的一星卡 共有八種 小貓已經把他全部列出來了 共這八隻 好家在德卡挑戰最多可以收集到兩星的卡片 獎勵的話給這三種 真希望開包殺肉給多一點 再來秘密任務四就是收集全部的噴火龍一星卡 真的是太公平了 每種卡包都八種 難度都一樣 既然連獎勵都一樣 我們連吐槽都不用了 再來秘密任務也就是皮卡丘的 也是八種卡牌抽皮卡丘包 完全不偏袒任何的卡包 再來是本日的重簡 秘密任務六 傳說中的翱翔任務 一定要是三神鳥 極動鳥、火焰鳥跟閃電鳥 而且必須要是彩色邊框的兩星卡片 而該任務有兩種 一種是傳說中的翱翔跟傳說的飛翔 如果是這一種閃電鳥的話 它就不是彩邊卡 而出來的獎勵也不一樣 這是另外一個任務 請玩家別搞錯了 該獎勵除了挑戰跟開包殺肉之外 還給三鳥勳章 勳章可以裝備在個人資料這裡 對戰前會看到三鳥勳章 跟別人不一樣就是爽 秘密任務7是裡面最麻煩的 必須獲得遊戲裡面 唯一的四張實境卡 實境卡每張都三進以上 而且會有動畫特效 小猫目前只有抽到皮卡丘的 雖然我的起始抽卡包是超夢 但是我一直抽不到超夢一的個詞 大家一定以為這個實境卡的獎勵超好的 我跟你們說真是超級無敵爛 爛到炸裂 挑戰殺肉跟開包殺肉跟之前的獎勵是一樣的 只有商店券多10張變成20張 超級無敵爛吧 秘密任務8是收集所有全圖之外的卡牌 卡片編號1到226 遊戲裡面會幫你統計 小猫目前是222張 而且獎勵超讚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噴火龍皮卡丘以及超夢的頭像 這個算是蠻獨特的 而且可以在對戰時裝備 非常的有收藏駕駛 對戰時看到這三個圖像 你就知道他已經收集所有的卡片 而且完成秘密任務8 今天的影片就介紹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掰掰 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и呢 我的影片 我們下次見 也期待 或者謝謝